正常學生的英文靈略 六天各種中小學是來基盤 海外青年英語給母親 好好邀請八位華A青年來到學校 進行為期兩禮拜全英語告學 透過處理外部的確定設計 讓學生小孩學英文的東西 也來擴展到各種事業 最重要的是 就跟六天的好介紹這段華A青年知道 地球委會合作之下每年在數個期間 都會針對各種小學 基本的地方海外青年 英語給母親 六天各種小學也來申請這項機會 進行為期兩禮拜 英語贏 很感謝小委會 國教署還有彰化縣政府 提供一個這麼棒的資源和機會 邀請我們的海外青年 還有我們在地的這個大專生 回到家鄉來辦理這個暑期的營隊 那在這個暑期的營隊當中呢 設計了從食物讓孩子來去認識世界 那也透過呢 我們這些喬生的這個視野 讓孩子呢可以連結國際 那更重要的 其實我們也會希望讓孩子呢 將我們鹿港的美在地的好 介紹呢給我們這一些喬生的大哥哥大姐姐 這樣的一個教育學是雙向的交流 華東台北式 海神經仔 除了用英語 歡迎這項海外青年 這項海外青年 要用他們的日子 主要介紹 跟大家合同交流 複江國小辦的這個英語的營隊是非常的特別 我們有海外的青年來跟我們的孩子做互動 那這個部分呢是一個雙向的學習 那海外青年可以教給孩子們的就是英語 還有在外地不一樣的文化 那我們在地的孩子們呢 可以跟海外青年互動的就是我們 我們在地的語言 甚至是台語 可以用不同的語言來交流 那也有互動不同的生活習慣跟飲食習慣 相信對孩子們來講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接觸 那我們要對孩子做這個語言的教學 還有多元化的教育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 正向的一個營隊 讓孩子們去感受不同的這個文化 這禮拜我同事的包括英文、藝術和人文 主持人科技 企劃學生的學習慣術 也來促進海外青年之間 對台灣的實際 和對台灣文化靈動 在中華新聞裡貴英 羅江財宏報道